疫情期间海岸保安林地人车稀少 但别以为可以随便乱丢垃圾 花莲领管处是启动了监视设备 在今年7月6月疫情警戒的期间 就查获到15起民众随意乱丢废弃物的案件 已经向花莲环保局举发 而最终是可处6万至30万云罚缓 所以呼吁民众不可以心存侥幸 以免触发 为落实行政院上海致敬政策 农委会林务局花莲林区管理处 今年第二年执行海岸清洁维护计划 针对所辖海岸保安林进行废弃物清运工作 今年在青道垃圾废弃物热点启用科技监控 而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6、7月间在梳花沿线 编号2634保安林上重的段至大清水段一带 拍到15起民众趁停车休息时 将车上废弃物随手丢弃至保安林内 也将收贈录影送交化联线环保局查处 次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1项第1款 可处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还 一般垃圾的话就是可能拿到便利商店丢 或者是加油站丢这样子 那像这种油气区之中啊 有民众在那边乱丢垃圾 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行为 当然如果有看到会去制止它啦 这次我们就是有 搜证到的这些影像记录 我们看起来都是 丢起垃圾的一个行为 然后在6、7月间就有15件被我们查查到 那这个我们有去大概检视一下现场的状况 其实都丢了都是一些食品包装啊 或者是果皮纸线 甚至有一些便利的行为 那目前的一个采取方式呢 我们就是把这些 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讯息啊 我们含请花莲线环保局这边做后续的查处 如果说是丢烟地的这部分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 因为用没有熄灭的烟地 它可能会引起森林火灾 那可能如果真的到时候引起森林火灾了 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森林把 就是放火或湿火烧毁他人森林的 这样一个烧毁森林准 我们会多点来去取地 我们取地的点也不会是固定在一个位置 那我们会依照我们就是现场的一个热点 变幻的一个变动的一个状况 还有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香港至今 我们都会加强清运这个海边的垃圾 那我们也会看一个垃圾的状况 去做一个调整 请尽快通报领管处 038-325-141 并呼吁民众不要心存侥幸 以免处罚 接着长邦彦综合报道